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前泰流董事長李恆龍 被控為了搜購百貨經營權 行賄多名立委遭到起訴 他再度出面 直指幕後有官商勾結 完全無罪 橫跨各黨立委集體貪污案 臺北地院本月展開密集辯論階段 李恆龍十六日出庭 提出不可月卷宗內幕 李恆龍出示文件 說是官逼民反 他無奈之下才行會立委 幫忙開公聽會 李恆龍秀出這份不可月卷宗 指控在二零一三年 時任經濟部長張家柱 以依照司法判決將泰流公司登記 負責人回覆為李恆龍 卻在十天後被科長和承辦人推翻 否決施法請求跳過法規會 另外火速核准 徐旭東提出的變更登記申請 李恆龍指控這份文件上 徐旭東的泰流董事長硬件是偽造的 李恆龍指控經濟部在公文作業上動手腳 獨厚徐旭東 求證經濟部回應不予置評 強調案件進入司法 尊重判決 政壇史上最大弊案爆出案外案 李恆龍更預告將對當時的經濟部官員提起告訴 行賄案在最近會結束 但是收購股權的舞弊是還沒有結束 三天新聞張德森 張正豪 台北報導